昨天說到,超十一郎和沈碧君云了之後,醒了,就到了一處很奇特的地方。 醒了之後,沈碧君低下頭,他說, 是你帶我來這裏的? 超十一郎回答,我一醒了,就已經在這裏了。 你也不知道這裏是什麽地方嗎? 我也不知道。 哦,我想這裏的主人更是一位奇人,而且當然很有趣。 哼,如果不是奇人,也做不出這樣的奇事。 但是他既然救了我們,為何也不出來跟我們相見呢? 超十一郎還未能回答他,就聽到一陣銀鈴一樣的笑聲從門外傳入來了。 接著,有個女生捧著茶進來說, 就因為我家主人,怕驚擾了賢礦麗的青夢而已。 哼,賢礦麗這三個字,聽到沈碧君的耳朵都紅了。 那就只是人家居然當正他們是夫妻了。 他心覺得黏黏亂,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麽滋味。 想說望望蕭十一郎的表情,但又沒有勇氣,一眉睛又低頭, 連女生是怎樣的都沒有看清,只是聞到一陣淡淡的蘭花香氣。 這個女生穿著一件純白的絲袍,淡素蛾薇,不思之粉。 漆黑的頭髮,隨隨扁扁扁,玩了個雞,全身上下摸一塊金珠脆玉。 她的嘴很大,不笑的時候顯得很堅強,甚至有點冷酷。 但一笑起來露出白肉一樣的牙齒,就變得更加可愛了。 她的拳骨很高,令她的臉增添了幾分講不出的魅力, 有種可以令大多數男人心儀的魅力。 沈碧君雖然沒有看她,不過她一邊看著沈碧君。 一個美女遇到另一個更加美的美女的時候, 肯定會從頭到腳上上下下看一輪先。 女人看女人,有時候比男人還仔細, 然後她轉眼看蕭十一郎。 她不是那種很害羞的女人, 但一看到蕭十一郎那對貓一樣的眼之後, 就自然而低頭,她說, 哦,建設素素,是專門來示喉嚴抗禮的。 嘘,又是嚴抗禮。 沈碧君的頭撞得更加低, 她希望蕭十一郎可以解釋一下, 但蕭十一郎如果真是解釋, 她可能又會覺得很失望。 既然蕭十一郎說, 啊,不敢當。 素素跟著說, 兩位如果有什麼需要的, 就儘管吩咐啦。 如果有什麼說話要問的, 問我就行了。 哦,我如果問,你肯說嗎? 哼,只要是我知道的, 我就一定會說的了。 我們成無相救, 但是連誰救的都未知。 哦,今天我家公子, 趁著雨後去打獵, 無意之中發現了兩位。 我家公子, 本來就不喜歡你閒事的。 不過見到兩位, 不單止狼才女貌, 而且情深似海。 就算在暈了的時候, 都手拉手, 不捨得鬆開的。 聽到這裏, 沈碧君的臉, 好像被火燒一樣, 好慶啊。 幸好蕭十一郎打斷她的說話。 啊, 不知你家公子尊姓大名呢? 他姓天, 我們做下人的, 只敢稱他為天公子, 怎敢去問他什麼名字呢? 哦, 天, 是不是天地的天? 嗯, 有這個姓的嗎? 一個人有姓名, 只不過是為了被人稱呼分辨的, 只要你願意, 隨便姓什麼都無所謂的, 是不是? 那譬如說, 我如果問兩位貴姓大名, 那兩位, 你都未必肯將真實的姓名告訴我, 是不是? 那不知, 這位天公子, 願不願意見我們一面呢? 當然願意啦, 只不過是…… 怎樣啊? 啊, 只不過, 現在都已經很晚了, 他們睡了啦。 蕭十一郎於是, 就發現了兩件事, 第一, 屋裡頭根本是沒有窗門的, 第二, 有光是因為牆壁那裡傷了同燈, 素素又說, 公子知道兩位都不是普通人, 而且武功一定都很高的, 所以再三吩咐我們, 千萬不能怠慢兩位的。 嘻嘻嘻嘻, 若果武功真是很高的, 都不會搞到現在這麼狼狽啦, 什麼啊? 你受了四吋內傷, 兩吋外傷, 外傷雖然就不會致命, 但是那四吋內傷, 好像是被什麼摔匕手啊, 金剛掌這一類功夫打傷的, 普通人啊, 只要捱一掌就一定死定了, 你還可以支撐得那麼久, 如果不是武功極高, 就是運氣太好了。 姑娘, 看來你不但有眼光, 而且也是一位高人, 如果不是, 又怎會知道, 我被哪種掌力打傷的呢? 呃, 其實, 我什麼都不懂的, 全部都是聽人說的, 兩位喝茶吧。 他說完, 大概怕他們再追問, 就趕快轉身走出去了, 蕭十一郎沒有阻止, 也沒有再追問, 沈碧君瞄了蕭十一郎一眼, 他說, 你看這位姑娘怎樣? 不, 不難看, 也不會太笨。 哼, 怎麼只不難看啊, 而且很漂亮, 只是見到他, 就可想而知, 他的主人是什麼人物了。 哼, 我看這個地方的人, 好像也有些神神秘秘那樣的, 不知道他對我們是好意啊, 還是惡意那樣呢? 掃掃這時候, 控了頭進來, 當然是好意啦, 如果是惡意啊, 兩位呀, 他早就沒命了, 是我家公子的好意來, 兩位, 如果不願意接受了, 那都無所謂的。 呵呵呵呵, 我們條命, 都是天公子救了的。 好, 這碗茶, 就算是毒藥, 我都照樣喝了它。 講完, 超十一郎果然拿起來, 一聲就喝了。 素素又說, 唉, 難怪公子對兩位這麼敬重了, 只是這份豪氣而已, 就人所不合了。 素素看著沈碧君慢慢喝了一碗茶, 然後就看著超十一郎暈倒, 沈碧君也跟著暈倒了。 他笑得更加甜, 他說, 哼, 我說過的了, 這碗茶, 有種意想不到的功效的。 你們很快就會知道的了, 我不騙你們的。 各位, 睡有很多種, 醒也有很多種。 累的時候, 舒舒服服睡覺, 醒了之後, 見到的是艷陽滿昌, 自己心愛的人就在身邊, 聽到鳥語, 聞到花香。 憲震的小孩在窗外稀笑, 隨訪傳來火腿燉雞湯的香氣, 這一種就怕是最愉快的醒, 最難受的就是心情不好, 喝到爛醉, 迷迷糊糊糊, 睡了半天, 醒了之後, 所有問題還未解決, 頭痛到疑得割了下來, 哈哈, 這種醒, 就不如永遠都不要醒。 但是蕭十一郎急魂醒了, 覺得整個人輕飄飄, 好舒服, 好似只要手輕輕拍拍, 就可以在空中飛來飛去。 沈碧君就在他身邊, 睡得好軟。 蕭十一郎晃晃晃晃晃, 似乎很幸福, 以前所有的災難和不幸, 現在都已經全部忘記得乾乾淨淨。 可惜的是這種感覺不長。 首先, 他見到很多書, 整屋都是書, 然後他見到香爐, 香爐裡頭香煙了了, 為什麼似乎是龍然香? 蕭十一郎慢慢站起來, 就見到桌上擺著很名貴的端燕, 很古舊的墨, 很精美的筆, 連書架都是秦漢時的古墨。 他見到桌上鋪著一張未曾完成的圖畫, 畫的是挑燈漢劍圖。 蕭十一郎, 嘩! 即時, 覺得有一陣寒意從腳底升起, 無情白智打個冷震, 他又從窗口看出去, 外面正是艷陽滿天。 陽光照在一道九曲橋上面, 橋下流水閃著金光。 橋上有一個小小的八角亭, 頂裡頭有兩個人在捉棋。 紅衣老人旁邊, 放著一副釣魚用具, 那隻手托著額頭, 另一隻手黏著一隻旗子, 遲遲都未肯放下去, 即是舉其不定。 他的對手是綠圖老人, 這陣時笑眉眉地看著他, 樣子很得戚, 但在旁邊放著一雙鞋, 他還打大斜腳。 咦? 這跟自己見過的那棟玩偶屋的情形一樣。 蕭十一郎簡直不相信自己對眼。 窗外綠草如荫, 微風中帶著花香。 有一隻純綠從花蟲中走出來, 似乎突然警覺到窗口裡有個生寶人在偷窺, 就很快去翻轉頭。 花蟲中還有一棟高牆, 隔斷了牆外面的世界。 但是從長角半月形的門道看出去, 就可以見到遠處有個茶几, 茶几上面還有兩隻青池的茶碗, 就正是蕭十一郎和沈碧君正說用過的。 蕭十一郎用一隻手, 就可以將碗桌在手心上。 但在這時候, 在他眼裡, 這兩隻碗似乎還大過那個八角亭, 他簡直可以在碗裡沖涼。 沈碧君呢, 他探了一口大氣之後, 也都醒了。 蕭十一郎轉過身, 擋住窗門, 不想讓他看到。 此因沈碧君受的驚嚇和刺激太多, 身心都已經很脆弱, 如果再看到窗外面的怪事, 哈哈, 說不定, 傻都似。 沈碧君搓了對眼, 他說, 我們怎麼會來這裡呢? 這裡是什麼地方呢? 蕭十一郎勉強一點點, 他實在不知道怎麼回答他好, 沈碧君嘆一口氣而已。 唉, 看來那位天公子, 真是個怪人啊。 既然沒有害我們的意思, 為何又要將我們迷暈了之後, 再送來這裡呢? 我們清醒的時候, 他難道就不能送嗎? 說完, 沈碧君發現蕭十一郎的神情很奇怪, 蕭十一郎平時想哭就哭, 想笑就笑, 從來沒有勉強過自己的。 沈碧君忍不住就問話, 你, 你做什麼? 好難受啊? 呃, 沒有, 沒事, 只不過, 呃,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, 沈碧君跟著四周圍看一看, 啊, 馬上連色都變了, 蕭十一郎勉強少少, 呃, 天公子可能怕我們得閒無聊, 所以就將我們送來這裡, 這裡的書, 我看他三五年都未必看得完。 沈碧君手震著, 突然衝到窗前, 推開了蕭十一郎, 於是, 他就看到外面九曲橋, 流水, 老人和奇毒等等的東西, 於是沈碧君啊, 一聲, 就趴了蕭十一郎的身路, 過了很久了, 他才會說話, 什麼? 這個地方, 就是我們暈倒之前見到的那棟玩偶屋來的。 嗯。 那我們現在, 是在玩偶屋裡頭嗎? 嗯。 但是我們那個人, 怎麼會縮小呢? 那兩個老人明明是死的玩偶來的, 怎麼突然間又變回生丫丫? 蕭十一郎, 唯有在那裡嘆氣, 這件事, 唉, 實在太離奇, 離奇到很可怕。 蕭十一郎說, 我們暈倒之前, 不是很想來這裏玩一下嗎? 想不到, 現在居然, 可以玩得心願嗎? 沈碧君, 塞了空, 突然抓住蕭十一郎的手, 他說, 我們快點, 快點走, 快點走。 走去哪裏? 掘掘掘, 這陣子外面有敲門聲, 那洞門其實是虛染的, 很快就有個紅衣丫鬟推門進來, 蕭十一郎還認得出, 他就在玩偶屋前廳奉茶的那個人, 現在, 也都變成有血有肉, 生吵吵的了。 只見他說, 廢莊主, 令賤妾前來請兩位到廳上, 吃頓便飯了。 蕭十一郎於是甚麼都不問, 跟著他就走出去, 他知道, 現在無論問甚麼都是多餘的。 轉個走廊在大廳, 大廳那裏有三個人在聊天, 坐在主位的, 是一個樣貌很帥仔, 衣著很華麗的人, 戴著一頂形狀古怪的公官, 看起來很莊重, 很高貴, 整個皇帝那樣, 他的膚色是很白, 白到肌肉是透明的, 那對手是十指千千, 好像女人手那樣, 一看就知道他這輩子都未做過甚麼粗重的事。 看起來還很年輕, 要走到他面前, 才會發現他眼角那裏有如美紋, 如果不是保養得好, 可能已經是個老人來, 另外兩個客人, 有個頭大腰粗, 整面鬥皮, 還有個身材更加高大, 整塊馬面很長, 捧著茶碗的手很定, 手指又粗又短, 宗子幾乎和尾子那麼長, 看來外加掌力已經練到十成火候。 這兩個人, 神情都很粗豪, 衣著亦都很華麗, 披頭很大, 顯然都是武林豪傑來, 身份一定都很尊貴, 地位亦都很高頂。 這兩個人呢, 蕭十一郎都在那棟玩偶屋那裏見過的, 不過當時見到的是個公仔, 現在是生吵吵的。 那麼蕭十一郎走進來, 三個人都面戴微笑, 起來來迎接。 那個有王者氣派的主人, 慢慢離開座位, 他笑著說, 狗還亂呀? 醒? 他說話真是很簡單, 騙要而已, 可以用九個字講完的話, 他絕對不會用十個字的。 他說話的聲音呢, 很柔和, 很優美, 動作和走路的姿勢, 亦都同樣很優美, 始終是一個九經訓練的舞蹈家, 一對一動, 都配合那些折拍。 但是蕭十一郎對這個人的印象不好, 他覺得這個人脂粉氣太重, 即是用現在的說話說, 就是那型。 那麼男人那型, 女人男人婆, 見到這兩種人, 蕭十一郎總是覺得很痛苦。 那麼聽前呢, 帶了為很好的酒席, 主人說, 請上架。 蕭十一郎回答說, 啊, 不敢, 他鬥皮老了, 以為酒, 是莊主特地為兩位洗塵之風, 閣下, 你何必客氣呢? 哦, 呃, 我們素未平生, 怎敢偷繳呢? 主人又說, 既然來了, 就算有緣, 請。 蕭十一郎這樣才發覺, 哈, 這個主人過頭很矮, 只不過, 因爲他身材長得雲青, 氣度又高貴, 坐在那時候就不覺得。 現在站起來之後, 哈, 原來是個豬魚來的。 蕭十一郎, 立刻望到第二處, 因爲他知道, 矮人, 如果戴着膏帽, 心裏面就一定有些不正常的, 一定很怕人注意他矮。 你如果看多他兩眼, 他都會覺得, 你當他是個怪物, 所以矮仔的時常會做出很多驚人的事, 救起人不再注意他的身材, 讓人覺得他高一點。 那坐下之後, 主人首先舉杯, 驚醒啊, 啊, 成蕭, 蕭石日。 他逗皮佬就叫做, 石日? 是不是山石的石, 飄逸的日啊? 是。 哦, 在下雷魚, 這位是龍飛騎。 蕭十一郎, 聽他之後打個凸。 啊, 莫非是天馬行兇龍大俠? 那個馬面大漢立刻呼呼聲說, 不敢。 哦, 那, 閣下想必就是萬里行運, 雷二俠。 哈哈, 我兩兄弟已經很久沒有出來光滑了, 想不到閣下居然還記得戰靈啊。 哈, 無雙鐵掌, 龍馬精神, 兩位大名, 天下戒之。 十三年前天山一戰, 更加是陣力古今, 在下, 一向都好仰慕的。 雷魚的樣子, 這時候戴著三分得意, 七分相感。 他說, 哈, 唉, 竟然是好多年前的往事咯。 江湖中, 拍到好少有人提起咯。 各位, 原來十三年前, 這兩個人, 用鐵掌連戰天山七劍, 居然是毫發尼昌, 安然樂山。 當時, 必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來的。 各位, 今天時間到, 想知道的朋友, 明天記得收聽。